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總部的廣場上 響起了北歐芬蘭的國歌 同時升起了白底藍色十字的芬蘭國旗 這一天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七十四周年 芬蘭也選在這一天正式入謀 跟這三十國並列 成為北約的第三十一個成員國 美國白宮也歡迎芬蘭加盟北約 加盟的升級典禮結束後 芬蘭外交部長哈維斯托 也首次參加北約會議 由於芬蘭是全歐洲跟俄羅斯接壤 邊界最長的國家 有一千三百公里 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也最真切 過去當北約組織成立 並陸續上東擴張時 芬蘭以中立不選邊站的方式 來守護脆弱的和平 但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讓芬蘭體認到中立無法免於強領 俄國的侵略 因此決定加盟北約 靠集體力量守護芬蘭的安全 因此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所說的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反而促使歐洲和北約更團結 靠著集體力量守護彼此的安全 華視新聞綜合不得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